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Centino 郭靖彤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現在烏克蘭武器彈藥庫面臨著消耗過快的問題 而同一時間提供到這些工具給他的歐美國家 就由於大量捐助這些工具給他 所以搞到自身的工具裡面 那個庫存也都所餘無幾 這樣的時候 歐美世界慢慢都想不到 俄烏之間的事件那個規模之大 是遠超他們想像的 把口就說到 會無條件去援助烏克蘭的歐美世界 現在就竟然被烏仔那邊燒光他們的工具 搞到連自己都沒得用 因此 這一刻歐美世界就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局面 究竟他是繼續幫烏仔提供這些工具給他們 還是選擇放棄 讓烏仔自己搞定 怎麼辦呢 而與此同時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這個世界 有人就被人利用 有人就甘於被人利用 正當大家都以為 歐美援助的工具 烏仔方面都是用來正正經經 去到對抗對手的時候 就竟然爆出了 原來烏仔竟然將這些援助工具 以低於一折的價錢 來便宜賣給對方 從中獲利 西方世界是完全猜不到的 關於這件事 我們稍後再說 再之後的就是 美國現在自行宣佈 禁止反衛星導彈的試驗 而且同一時間 他亦都呼籲其他國家 尤其是叫到 我們中國以及俄羅斯 印度 等等的這三個國家 都跟隨他們美國的步伐 一起禁止 反衛星導彈的試驗 就裝了想促進世界和平 但是一聽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要提高警覺 老美哪會有這麼好 去到停止 反衛星導彈的試驗 當中一定是有QK的 究竟老美存在著 什麼計劃 我們稍後再回來說說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話說俄羅和烏仔之間的紛擾戰事 大謊話都去到四二十多五十天了 到底這五十天的戰事 令到世界各勢帶來什麼新的影響 新的氣象 這次第一次發動他所謂的西方世界建設出來的世界規矩 制裁攻勢的時候 有什麼美國人失算了呢 美國人在制裁攻勢的背後 有什麼是他動人之餘 其實自己不知道也動了自己 這次表面上是針對俄羅 其實變相也是針對中國 中國如何藉著這次俄羅和烏仔的戰事 前居可鑑 上一課之餘 如何化危危機 這三個部分 轉頭就會和大家 慢慢來論述分析 來做一個總結 再次我為大家報道 中國落實和距離澳洲幾千公里的 所羅門群島進行雙邊安全合作框架協定 正式簽署 這件事嚇到美國人和澳洲 整個彈起 澳洲莫里順因為顧著自己 現在競選的工作 只能夠在澳洲亂廢 美國人覺得不對勁 還要帶斷親自探訪所羅門群島 到底事情發展 將會如何 新潮民稍後跟大家 一一來分析報導 接下來就要說說 在19年搞事的時候 太古城有一個議員 在搞事現場趁熱鬧 而觸動了一位市民的情緒 這宗案件叫脫爾案 案件中的被告陳真 在昨天判刑 當他判刑後 有很多市民看到這宗新聞 紛紛都表示 這樣的判刑似乎不是很合理 那究竟市民為何會覺得不合理 又有什麼原因 稍後回來 我們就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還有就是 之前港大那條惡特柱 移來了港大 送到這個家道理中心那裡儲存 而這條惡特柱的擁有者 高智活 他現在就很苦惱 因為他一直都想拿回那條柱 但原來 不是他想拿就拿到 就算他出高價 都沒有人肯幫他運走那條柱 那稍後回來 我們就和大家報導一下 這個高智活現在的煩惱 新潮民的發展招募 將會做到這個星期 在這裡 想多謝大家 過去兩個星期的支持 反應非常之踴躍 請大家抄下這個電話 5937 5179 5937 5179 任何有記者新聞資料搜集 經驗的人士 任何有節目展輯製作經驗人士 以及男男女女的主持有什麼主意的話 WhatsApp我們和我們分享 不要打給我們 因為這麼多人打給我們我們聽不到 而且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招募發展的電話 如果想和我們新潮民閒談 分享時事和見面的話 將會另外有所安排 期待解封之後和大家見面 大家拭目以待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說一下 烏克蘭武器彈藥 它消耗的速度 比預期中更加要快 現在歐美世界 慢慢都猜不到 烏仔這班傢伙 竟然三兩下手勢 將他們歐美世界 都很捨不得用的工具 兩下就和他們洗得一乾二淨 搞到現在歐美世界他們自己本身的工具 裡面的儲存 都給這班傢伙 搞到沒有貨用 現在歐美世界都在想 究竟還幫不幫烏克蘭好呢 還是放棄援助 因為講到自身的利益 歐美世界從來都很現實 但是 若然歐美世界就覺得 烏仔那邊是正正經經拿到的工具 拿來對抗俄老的話 這樣都叫說得過去 因為歐美世界 都是在撲火利用烏仔對抗俄老 來打擊俄羅斯 只不過是這樣 現在有消息就爆到 原來烏仔 裡面有一些士兵 竟然做起交易上來 這個交易就是 原來這些貴價的歐美工具 竟然被烏仔的某些士兵 拿去盜賣賺錢 價錢便宜到你不相信 就是開倉大特賣 以一節賣給對面的烏東民兵 整件事簡直就是峰迴路轉 我們現在看看歐美那邊 面臨著一些什麼兩難局面 話說 歐烏事件發生到今天 已經進入到第54日 由於雙方的激戰 可以說到 第一階段 就已經完結了 但接下來更大規模的第二階段 又即將打響 有聽我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自從 俄羅斯克海艦隊 莫斯科號華爾被擊沉之後 俄羅斯那邊可以說到 急需要一場大勝 來一洗颯風 兼且覆卓 因此原本已經預計了 比第一階段更加厲害激烈的第二階段戰士 就將會比預想中 攻勢來得更加猛烈 這時候 烏仔是極度需要比之前再強勁的工具 以及支援數量上的提升 但是這樣 打了54天 之後 還有多少天要打呢 本身歐美世界打算支援到烏克蘭 一些工具上 情報上 甚至乎 派出一些不見得綱的部隊 來偷偷盡住烏克蘭 這樣就是他們最大的支援 但是說到打仗這件事 不是說 你想停就停 現在根據美國兩個媒體 CNN以及NBC News 所提及到 一些五角大廈的官員 就說到 現在烏仔那邊 彈藥恐怕將會面臨短缺的問題 不僅是烏仔自己本身的彈藥面臨短缺 而且 從歐美世界支援到去的那些工具 數量也開始短缺 而NBC News還說到 根據美方的評估 烏仔很有可能是一個星期之內 就已經遇到彈藥不足的情況發生 而根據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 阿麥就在國會指出 西方世界 已經給了基庫當局 6萬枚的反戰車飛彈 以及25000枚 單兵式的便攜防空導彈 接下來 正如拜登之前說過 將會加上8億美元的軍援 主要用在 剛才那些工具以外 還包括一些無人機 火炮 裝甲運兵車和直升機 雖然我看不到有什麼跡象可以顯示 美方能夠順利運到這些裝甲運兵車 或者是直升機 大型火炮 這些東西進入烏克蘭 我相信就算歐美世界那邊肯給 也不是那麼容易運到入烏克蘭 因為俄方早前已經擊落過 一輛輸出西方世界工具的運輸機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人說這些報導的時候 都喜歡以一個比較誇張的形式來說 其實依我看 歐美世界能夠提供到 給烏克蘭的工具 最多最多 都是一些 單兵式 很方便攜帶的工具 大型工具 我想想都不用想了 有都給不到他 正路 截至到這一刻為止 我們也都看到 烏方對抗俄老最有效的武器 就好像那些黃人 經常說到 那些堅託式不同種類的工具 經常又說摧毀了 俄老的戰車 坦克車 就被他們神化得非常厲害 現在五角大樓的官員就說到 烏仔那邊 一天 就已經消耗了西方世界 提供給他們 一個星期份量的反戰車飛彈 三兩下手勢就替他們擺走 完全是洗腳不抹腳 大哥 這些這麼貴價的導彈 西方世界自己都不捨得用 你們這些傢伙 兩下手勢擺走 難怪 歐美世界搞得這麼難做 德國那邊 就聰明一點 除了烏克蘭 不停說到德國 你應該給我一些工具的時間 德國那邊不理他之外 德國就利用到 一個最傳統的方法 就是給錢打發這些人走 所以德國 就一直只是肯給錢 烏克蘭 讓他自己買這些工具 就不會直接給他 說真的 即使有錢也好 在今時今日的局勢 不是說工具說來就來 而加拿大那邊 也提供了很多烏軍最需要的火箭筒 令到加拿大自己本身的存貨 已經少之有少了 看過我們之前報導 即使連台灣省 問到美國扣入的一批 所以刺針式防空導彈 延遲交貨給台灣省 其實原來 本來由台灣省買到的這些工具 就竟然給了烏仔那邊 令到 老美對著台灣省 收了錢不交貨 台灣省那邊 就啞口吃黃連 嘢到不敢嘢 而美國自己 也都逃出了 整個庫存 三分之一數量的飆槍 反坦克導彈 來到已經給了烏克蘭 所以 現在大家 那個倉庫底 真的可以說 窄到沒有人有 這個五角大樓的官員就說到 若然 現在 以烏克蘭的消耗速度 即使歐美世界 這一刻全力以赴 去到生產烏仔所需要的工具 亦都需要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 才可以顯著 提升的產量 絕對不是一時三刻才可以做到 這位官員就說到 我們美國 就不同以前 尤其不同以前 第一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 能夠這麼快生產這些工具 事關 美國的工業早已經搬離了本土 好 若然 要用到之前 好像打二次大戰 那麼快的速度來生產工具 今時今日的美國已經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 就要用那麼長時間 重新生產工具 去到給烏仔 那倒是 我聽到這位美國官員這樣說 亦都令我想起 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 那個軍工建造速度真的相當之快 他快到那個速度就可以說到 連日本仔擊沉他的艦艦的速度都沒有那麼快 當日本仔擊沉他一架艦艦 隔了一星期 就可以做一架相同的艦艦 當時 我記憶中的速度 就是美國 那麼多條生產線 平均來計 一天可以做一艘驅逐艦 一個星期可以生產到一架 護航式的航空母艦 所以 說到今時今日的美國 比起當時二次世界大戰的生產速度 是慢得多的 當然大家也可以說到 那時候的武器 比較簡單簡單 也可以容易生產 也有這個因素 順帶一提 今時今日 能夠生產工具速度非常快的國家 我相信就只有剩下我們中國 因為我們中國 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在背後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在我們自己國內 因此我最看好的就是 萬一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中國生產工具的速度 也可以拍得住 二戰時的美國 好了 說到一點 若然歐美世界要繼續支援污仔的話 大的工具就不需要幫他生產 都是那些小型工具 說到小型工具裡面 那些堅託式的武器 就可以說到 是污仔 最能夠食糊的工具 不過這樣 我發現很多朋友 都會搞錯了 這些堅託式武器究竟是什麼 隨便看到 有些堅託式的武器 就以為它是同一樣東西 甚至乎 有很多做新聞的朋友 也是搞錯了 在這裡就和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這些堅託式的工具 我們很容易分 大家就不需要害怕 我在這裡就簡單介紹一下 污仔通常用的堅託式的工具 一般來說 都是幾種 但是這幾種工具裡面 價錢是差得很遠的 不要以為他們的樣子差不多 就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首先 說對付陸地目標的工具 三款對付陸地目標的堅託式工具 由左至右分別就是 單兵的無後助力炮 然後旁邊那款 就是 堅託式的 單兵火箭 然後 再在右邊的 就是我們經常聽見的 標槍式反彈黑導彈 現在美國人 給的最多污仔 的那個工具 就是最右手邊 也是價錢最高昂的標槍式反彈黑導彈 而最左邊的無後助力炮 顧名思義 它就有如一支縮小的炮 不是導彈或者不是火箭 大家可以看到 在炮身的那個洞裏面 是有一條條線 這些就叫唐線 也是 一些大炮裏面 最常見到的 一些適應 當然 說的是單兵的無後助力炮 發射的就是炮彈 一般來說 它就主要用來 摧毀一些工事 一些火力點 總之 它的用途有很多功能 價錢 最貴的那顆炮彈 就2500美元一顆 也就是不到20000港幣 這樣已經是最貴的 便宜 幾百美元都有交易 所以就成為了美軍自己本身最常用的工具 因為它又便宜 威力又強 但是 反彈黑和反裝甲的能力就比較弱 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總之大家就當這支是 一支小型縮小的炮 來這樣看就可以了 而在旁邊那支 就是堅託式的 單兵火箭 情形就等同 大家好像玩煙花 當一支煙花被點著發射上天空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視它為一個小型的火箭彈 其實原理也是差不多 很明顯它和炮彈之間就有分別了 而這些單兵 便攜式的火箭彈 它是沒有導引 也就是發射者在發射這些工具的時候 就需要預估到 它大概擊中的位置 雖則現在以現代的科技來說 這些火箭彈 也都加入有導引的元素 不過那個精度就不算太準 而且 它的射程也都比較近 而最出名的單兵火箭 就是我旁邊的一款 這款的名字我不說了 但是大家經常都會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對面陣營 因此這些打得不準 距離又比較短的火箭彈 通常價錢都比較便宜 而裝備到我們中國和美國的這些火箭彈 還是一次性使用 射完它就立即丟 價錢就大概是2000至3000美元一飛 這樣都好像很划算 但是 烏仔那幫 不生性的人 現在經常浪費到的就是 美國給它最貴價的標槍式 反坦克導彈 它的價錢是多少錢 一發這些導彈 根據今時今日的價錢 它是高達 十幾萬美金一支 也就是百多萬港幣一支 大哥 你們三兩下手勢 是不是都不斷射 百多萬一顆導彈 射中就說 射不中你都還要亂射 你真是當不用錢 因此就激到老美和歐洲世界 本身百多萬港幣一顆的反彈導彈 若然擊中 以及摧毀到 價值幾百萬美金 的一些坦克的時候 當然絕對值得 但問題是 烏仔那幫人亂射 再驚人的消息也還有 待會我們再說 看看這兩款 對空方面 同樣是堅托式的工具 但是這個是打空中的 這個就是 類似刺針式的 便攜式防空導彈 所以 簡單簡單地看 那些堅托式的武器 都有很多不同的功效和價錢 絕對不能運為一談 這些堅托式的防空工具 又多少錢 其實它的價錢 跟那個很貴的標槍式 反彈導彈都是差不多 都是十幾萬一顆 說的是美元 而這些堅托式的防空工具 它所能夠打到的高度 就不是太高 一般去到3000米 這個高度 就已經頂了磅 之所以 烏仔 能夠擊落到一些俄老的飛機 原因就是 在俄老進行到 傳統式的轟炸任務的時候 往往飛到很低 因此就被這些刺針式 能夠順利擊落 好了 話題不要扯到那麼遠 雖然 烏仔那邊亂吐 就已經擊到歐美世界 紮紮跳 但是 最刺激到歐美的消息 並不是這一點 而是這班烏仔 竟然拿這些貴價的工具 不是拿來用 是拿來賣 賣到的錢 還要代代平安 來打斧頭 最近就根據烏仔 他們自己 某一些人 所流出的 的片段裡面可以看到 原來烏仔的軍人 在我們普羅大眾的角度來說 當然 他們被人利用了 擺了上前線 尤其是被美國人利用 不過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人被利用 也都有人願意被利用 因為有好處 原來烏仔某一些部隊 竟然將 一些歐美世界 所支援到 剛才我說的那些 堅托式工具 竟然倒賣給他們的對家 亦即是烏冬的民兵 全個過程拍片 有記錄 話說 這條視頻我們就不能放出街 而我們只能放到一些圖片 因為YouTube非常小器 萬一放了這條片 就想都不用想 一定會被人封 從視頻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烏仔軍 這次 做了一個一折大便賣 一折這個數字 是我大概猜出來的 大家在聽完我報價之後 也可以自己計算 可能 是更便宜過一折 那條片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時 那群烏仔軍 約了對家烏冬民兵 來到一個地方見面 見面的時間 就不是互相問號 也不是坐下喝杯茶 吃個包 而是進行一些交易 從片裡面我們看到 他們兩方相當和平 一開始 烏仔軍 就拿著一輛裝甲車 這輛裝甲車我相信就是 那輛BTR80型 前蘇聯製的裝甲車 這時候 開到烏冬民兵的時間 烏仔軍就下車了 下車之後 雙方 就好像大家看到老熟人一樣 互相問號 看來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 而眼見這個時間 烏仔士兵 就有如一個銷售上身一樣 突然之間 就介紹到這輛裝甲車有多好有多好 又不斷打開一些 裝甲車上面的倉門 又檢查一些車輪 來證明這輛裝甲車 性能良好 絕對是走得走得 不知道包不包保養 而同一時間 最嚇人的畫面也發生 就在這輛裝甲車的運兵艙裡面 烏仔軍打開倉門一看 咦 竟然有個大發現 這個大發現就是 剛才我說到 十幾萬美金一顆 的標槍式反彈導彈 竟然連包裝都沒拆 完完整整 就在這輛裝甲車裡面 而且數量看上來不止一顆 原來烏仔軍 竟然連這些貴架式的標槍導彈 連同賣的裝甲車 一起賣給對家 我們假設 這輛裝甲車上面 不太多了 有兩顆標槍 兩顆標槍 加起來就30萬美元 裝甲車我當它 不知道多少手車 價錢已經去到 折舊非常便宜 脆脆地 算它50萬美金 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80萬美元 但是 烏仔買這些裝備給對方 是賣多少錢呢 給大家猜兩秒時間 相信大家都猜不到 烏仔總共出價 30萬美元 就決定賣給對方 所以剛才我說到 一折大便宜其實是不對的 正確一點來說 我都不知道這個叫多少折出售 數位好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提醒我 但是 最差最慘的是什麼 最搞笑的就是 烏仔軍在賣到這些工具給對家的時間 還說可以用勞報結算 當然收美元比較開心 但是用勞報找數也行 你說 這件事一傳出來之後 歐美世界 有什麼可能不激到紮紮跳 你賣了那些我援助給你的工具 還要收勞報 好難怪 今時今日勞報 他比開打之前還貴 原來有你的二五 所以說 有些事情就沒有死錯人 正當我們以為 烏仔很無辜 烏仔被歐美世界推上前線 他們真是慘了 被人利用 其實 他是利用你 反正那些工具都不用錢得回來 我賣多少錢都是淨賺的 所以有時候 看事情真的不可以這麼簡單 至於 歐洲世界 接下來還會不會援助 高昂貴價的工具 去到烏仔 我看就很難了 最多最多 就好像我之前介紹到的一些平價 沒有制度能力的工具 也就是那些2000多美元一劑那些 相信就會接下來代替 那些貴價的飆槍 以及 刺針式防空導彈 這樣 都盡了人事 再之後的就是 美國現在自行宣佈 禁止一些反衛星導彈的消費 還呼籲 包括我們中國 印度 以及俄羅斯 等等的國家 很盡快跟隨 事源就是 這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就訪問到加州泛登堡 太空部隊基地的時候 就說出這番言論 他就大意想念地說到 我們美國就帶頭 不會再搞這些 反衛星導彈的實驗 因為這樣做 很危險 現在我們美國 就是全世界第一個 去到主動守這個承諾的國家 大家說我們美國是不是很偉大 來到他這樣說 聽完這番話 很多人就說 簡直就難聽過畏語 因為美國 在背後一定有些盤算 首先 美國那麼主動帶頭說到不玩這些反衛星的試驗 但是 他就可以說到 是反衛星 研究和試驗的始祖來的 當時 早在70年代 美國就已經進行相關的研究 以及試射 當然 他的目標就是針對著當時蘇聯的衛星 以當時的實力來說 要做到反衛星 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大家看看這幅圖 當時的反衛星導彈 所發射的載具還是戰鬥機 就是由一架F-15的戰鬥機 飛到腦鏈那麼高 然後向著外太空的方向發射 看見他都辛苦 好像很勉強 但是這樣也不能夠排除到美國 就是首先帶頭 去做反衛星的國家 而由於 正如老美自己所說 在擊中了衛星的時間 就會產生大量的碎片 這些碎片 在外太空 這些空氣那麼稀薄的情況下 就很難散 因此 每擊落一個衛星 就能夠產生幾百塊碎片 這些碎片一般來說就會逮留在外太空 由幾年到幾十年不等 現在美國就說 對呀好像俄羅斯一樣 去年才搞過這些摧毀衛星計劃 當時 他們摧毀了一個前蘇聯時代 暴廢了衛星 就產生了1600塊高速的碎片 這樣做不僅對國際太空站會造成威脅 甚至乎 對你們中國天宮 這麽大麽漂亮的太空站來說 都有威脅 美國當然說得輕鬆 因為你們那個又殘又舊的國際太空站 即將退役 嗨花一下也不要緊 但是 這也不是美國說到不玩這個反衛星計劃 的一個理由 其實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現在美國是非常之依賴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再加上 那個不見得剛的 由所謂的商人馬斯克所主持的Starlink計劃 這個星鏈計劃 總共就會發射過萬枚的衛星 上到外太空 當然 大大小小 由民用到去到不見得剛的範圍 也都會包含在這個星鏈計劃 去到被衛星擔負任務 也就是說 美國接下來就是衛星最多的國家 如果 他不主動提出 退出這個反衛星計劃的話 最大的受害人就是他自己 他就企圖 用到一個好像帶頭 來要退出這個計劃 來有史俄羅斯 中國 以及印度 不如 不要搞那麼多事 外太空 很危險 一於放下徒刀 立地信耶穌 就由我放下這把圖刀 不過這個是你美國佬自己願意 我們中國沒有一起加入 更何況 這把圖刀放下的時間 何錦麗又沒有交代 究竟他是放下一天 放下一個月 還是還是永遠放棄 我相信 去到必要時 他一定 再次 宣佈取消 反衛星導彈的計劃 重新建立這些系統 差在時間和何時需要 更何況現在俄烏事件打到火紅火綠 他當然不想俄羅斯摧毀他的衛星 美國提供多少衛星情報給烏仔那邊 這件事多到我們都不需要再說了 這樣隨便出一招 就說到 自動退出這個計劃 就想叫其他國家 不要搞他的衛星 你問過俄羅斯嗎 現在俄羅斯 是你們 提供衛星情報給烏仔底下 的那個受害人 所以美國佬 哪有這麼好 一切 他們背後的行動 都是有目的 在此為大家報道 就是 從俄羅斯和烏仔的戰事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些什麼 這場戰事大謊都已經 動了四十幾將近五十天 而這四十幾五十天裡面 怎樣影響整個世界局勢 美國第一次 又發明了這些 聯群結黨 各種世界規矩 的制裁措施的時候 第一次全方位施展和發動的時候 其實有些什麼 美國佬自己 都是計算不了 走漏眼的 而從中 我們中國的發展上 也可以從這次俄羅斯和烏仔的紛擾 我們可以學到些什麼 美國在這次 設了什麼陷阱 拿來善俄羅斯 其實順便善中國的時候 我們中國又怎樣 化危危機 今天就和大家就著這五十天的戰事 來做一個世界大總結 於是我就歸納了 有幾點 美國失算的地方 為第一個單元 第二部分 就是美國用上什麼制裁戰略 但是其實 搞了自己 而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中國如何 化危危機 這次 可以說的是 其實真正的贏家長遠來說 是我們中國才對 劉華說 直至到目前 俄羅斯的勞報 都是上回 在戰事之前的水平 美國小時候也想不到 原來 俄羅斯會用勞報進行反制裁 大跌了一半 普京的托市攻勢成功 上回到戰事的高位 還想高了一點點 我想在這個世界上 應該就沒什麼人猜到 露報 今時今日的價格 就竟然比在開戰之前 還要來得高 我相信很多投資老手 也都猜不到 若然 在我們港大的新潮民觀眾裡面 有人 是能夠動息到先機 而又投資了在相關產品 兼且賺到錢的話 亦都不妨在下面留言 來講一講 但是如此一來的紛擾動蕩 卻令到這個世界 的美元佔比下滑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不行的 原來美元 不是這個世界 真的這麼勞不可破的主要領導貨幣 與此同時 美國和歐盟 一起來制裁俄羅斯 但是卻在這個空隙裡面 歐盟卻成功搶攤 分到一點點 歐元的佔比在世界上 而拜登一心想著 支持這次的污仔 動大紅人 來得到民意的支持 我沒想過美國的人民 是這麼刁蠻 明明在做他們最喜歡的 民主發動神聖之戰 為什麼還不支持拜登 還要民意下滑 這些東西全部美國人都是失算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為大家總結一下 到底這次的戰事裡面 美國發動了什麼制裁的攻勢 是制裁自己的 第一 就是把俄羅斯踢出這個SWIFT系統的時候 其實變相也導致 美國的誠信 來到下跌 美國主導的所謂西方世界秩序 如今 每個人都不敢再相信 原來你隨時 就可以把別人踢出SWIFT系統 原來美國是隨時 敢違約的 令到全世界人 都對 買美債這件事有所保留 美國的確是 製造歐洲那邊的紛擾 東歐那邊的紛擾 來大賺一筆 大賺一筆軍工企業的錢 大賺一筆危機的錢 但是 只爭焦席 卻想不到長遠 失信的影響 另外 跟盟友之間的關係 也都下跌 跟盟友之間 原來 隨時會把烏克蘭 這些人 來做成炮灰 隨時拿來犧牲 其實只不過澤連斯基 林毅發揮自己的想像創意 成功跳出來 做一個 挑戰巨人的大衛 來到變成自己 成為國際大頭版 現在欲罷不能 大家看到其實澤連斯基挺害怕的 這個行為 和他的表情 完全是歇斯堆壘 幸好被他打到一條路數 現在美國就要收回他 但是卻 讓美國一致利的盟友知道 美國用完你就會便宜 完全不會照著你 印度 本來和美國 簡直是崇拜式的堅實盟友 現在是不會追隨美國 一起去制裁俄羅斯 印度依然支持我的 歐盟那邊 不論他用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 總之目前的情況 尤其是德國、意大利這些國家 依然在用俄羅斯的天然氣 還在用俄羅斯想要他們用的結算方法 沙特也更進一步 推進同中國人民幣 成立這個石油的結算系統 總之在世界盟友之間的信賴關係上 美國制裁人家 其實也制裁自己 反而把這些盟友推向我們中國 第三 美國親手自己破壞 所謂的西方建設出來的世界秩序 令到全世界都非常不安樂 也令到全世界覺得 引以為鑑 原來美國惹蠻起來的時候 是這麼恐怖的 公然就沒收了俄羅斯的3000億美元 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 還有剩下和俄治有關的所有有錢人 充公了他們的財產 抄他們家 總之他們身上有什麼跌出來的話 都會貼上封條 英國那邊更噁心 就是懶惰大仁大義 對球會班主說 沒有啊 哪有沒收你的球會呢 你可以繼續經營 你可以繼續發揮創意 做你的生意 繼續收票 但是只不過你營運的同時 你的利益去了我們那裡 我們大英帝國 就不會充公你的生意 這麼噁心的 因為生意是屬於你的 不過錢去了我們的銀行系統 就是屬於我們的 第四 大家都看到了 什麼叫雙重標準 大家看到民主的虛偽 講時講 全世界尤其是現在互聯網時代 沒有人知道美國那邊的人民是飽受通脹影響 本來病情影響生活已經苦不堪言 本來跟中國搞什麼貿易戰 導致美國那邊沒有貨物上架 加關稅 加到平民的消費身上 一連串一連串的打擊 令人民生活非常痛苦 所謂的紐約市 這個一線城市 一到晚上那些地鐵站和大街大行 全部都變了 露營和野餐勝地 這些就是民主的虛偽 很多國家都覺得 在美國強大的經濟 金融系統 貨幣和軍事 以外 沒有人希望自己的民生 人民 過得像美國人那樣 第三個部分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中國怎樣 化危危機 扭轉乾坤 中國和印度的關係一直都受著 邊境那邊的碰撞磨擦 就做出大量的誤會和分歧 中國和東盟十國 也就著領海的問題 是有分歧的 但是大家 看到美國人的夜晚之後 都大家各自願意互相退讓 互相理解之後 反而還尋求到互相協助的機會 暫時可以 但是紫哥在現階段互相合作 互相結盟 是一個好的開始 有見及此 所以拜登早期 才臨急抱佛腳 想召開一個美國和 東盟的一個會議 誰知道會議是渣流攤 拜登延開了很多席 誰知道沒有人到 拜登生氣到一個插桌上 布林肯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都好 幾二圍和我坐滿他 只有李顯龍 走了去附回 還苦口婆心 這樣勸拜登 你這麼野蠻 就不行 中國 無論如何都好 你不可以忽略他的存在 是更加需要 納入他為世界的遊戲規則 一起來玩 以前那一套 行不通的 你知不知道那些人 那些人去了哪裡 他們現在去了 中國那邊 搞中國的外長 和東盟十國的外長會 不過這樣 拜登 我跟你一場老死 我不會過去的 李顯龍苦口婆心勸拜登的時候 卻被美國那邊指導 李顯龍 你是否代表中國來做稅客 這些就是美國人 霸道慣 良心當狗肺 所以如今拜登就要搞多一場 在五月中的時候 就要搞一場 東南亞的元首會面大會 一起討論 南海的安全穩定問題 我想這些 東南亞的各國 他們 怎樣是牆頭草也好 我想這次是不敢不復會的 因為上次不復會 外長已經 這次領袖又不復會的時候 那就真的 不是 雙邊主義那麼簡單 是真的傾向了中國這邊 不知道他們又會怎樣應對呢 到了五月的時候 也會為大家跟進 另外一點當然 就要提到 中國 因為看到 俄羅斯那麼容易 被人踢出這個Swift系統的時候 加速了中國 去建設一個 繞過Swift 自己的一個結算系統 中國 歐亞之間 是有這個經濟的聯盟 上俠組織也有這個 這個經濟的聯盟 連同這些組織一起 立刻就可以動用這個中國的新的建設的結算系統 加速不要依賴 西方世界的控制 第三 中國有堅定的內循環 雖然在這次的病程全世界都很想 說中國為什麼守得那麼好 就搞到全世界難以一起復甦 這些 就簡直是 生安白做 強持奪理 如果不是中國有那麼堅定的內循環 有那麼堅定的 防病措施 令到這個世界依然供應鏈得意運作的時候 在病程這兩年很多地方 都沒有東西買 也都是 因為中國 有這個跡谷 防機 就令到這個世界的糧食 通脹的時候 中國有足夠的糧食儲備 所以百姓不需要受糧食的價格上漲之苦 我們中國的儲糧 可以目前說 現在足夠 百姓吃足年半 能源方面 也是這樣 都一一能夠 頂得住 全世界對俄羅制裁 所帶來的影響 但是全世界確看得到 這次美國 貪婪的那一面 面對著俄羅斯 制裁的醜態 也都令到我們中國 中國知道制裁是無上限的 他日如果動我們中國的時候 只會更加厲害 不會 少過對俄羅斯的攻勢 另外就是 要說一下 戰略方面 大家都知道 什麼叫做顏色動亂 顏色動亂 就是透過迷惑人心 令到你一個國家 內亂 我們叫做低密度的動亂 從內以外去拆反 然後 再大舉正義的旗號 出師又名 就結合海陸空三軍 來到大軍壓境 如此 非常規和常規的戰士 兩個結合 就叫做第四代戰士 這些戰士 就是第四代 就歐了 現在 經過這次俄羅斯和烏仔戰士就發覺這個世界 真是正式進入了大家預測的第五代戰士 戰士的模式已經去到 衛星情報 大數據 無人機 人工智能AI 以及人面識別系統 全部這些東西都在沙場上用上了 更加確定我們中國一直以來發展這些東西 發展得沒錯 而且更加現在 所謂前居可減 更加有明確的方向如何去優化和再加以發展 世界正式進入了第五代的戰士 最後到底在這次俄羅斯力鼎美國和力鼎北約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看到什麼 如果同一件事發生在我們中國身上的時候 我們需要達到前期準備功夫的程度去到哪裡 我們中國有很多盟友 但是其實我們中國是不建盟的 有的只是貿易的多邊合作 共建合作的關係 我們就不搞結盟 單邊主義 不搞針對 我們有合作的夥伴 因為這次 美國展示他的power的時候 我們看得到美國不單止他自己經濟實力強 貨幣強 最重要是軍事強 救惡 這些東西之外 就是他動起人上來 就真的很多人會響應 因此我們中國和我們的合作夥伴 除了在貿易的合作上 也有一個更加明確的方向就是 如何多極多元地去合作 中國在其他領域上也要加緊這個結盟 而隨著美國在威嚇之下 令到很多國家在它動人的時候 來一起幫忙的時候 我們中國如何在這個局勢裡面 軟交近攻 分而自知 如何建立一個 國與國之間 有多極合作 千絲萬縷的關係 萬一有什麼事起上來 我們跟美國抹臉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 這些盟友幫我們一起動美國 我們只需要很多盟友 站在一旁不要動手 這樣就可以了 跟美國 所要做的效果不一樣 現在美國 每次叫陣 每次動人 每次制裁 好像 沒有盟友撐的時候 自己單拖成不了事 再為大家報導 在4月19日 中國和所羅門群島 正式簽署了雙邊安全合作框架協議 這個雙邊安全合作框架協議 就由我們的外長王毅 和所羅門群島的外長 馬內萊 一起來簽署 在冷行記者會上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指到了 簽了這件事之後 整個西方又嚇得彈起 澳洲莫里順嚇得彈起 漏漏著 美國還要說不行了 親自帶團 過去這個所羅門群島 進行遊說 表面上是探訪 其實別有用心 很多網民就即時指到了 就是 所羅門群島和中國關係這麼好的時候 他有沒有被人顏色動亂過 是有的 大家 其實去年 所羅門群島的確是出現過一幕 來這個政治翻天事件 不過幸好我們中國當時協助他平亂 所以動亂得以平息 現在更加深化這個雙邊安全合作框架 經歷過一個政治翻天事件 人民的怨氣引發社會動亂事件的時候 所羅門群島更加知道 西方是不能依靠的 但又不能得罪 那怎麼辦呢 做所羅門群島現在是一個雙邊多邊的合作 中國可以來幫忙維護我們所羅門群島的安全 澳洲一樣可以的 兩邊都不得罪 那就更加國際化 而這種取態 中國也有響應的 中國就說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 開放包容的安全框架 就不要針對哪一方 針對第三方 所羅門群島是自己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所以他選擇多邊主義的時候 我們中國一定支持的 那就真真正正做到國際化 因為國際都可以參與 西方世界不是經常說國際規矩 國際秩序嗎 國際不能參與的時候 那怎麼算國際化呢 對呀 西方世界大力批評 這個分明就是中國軍事的伸展 中國就知道 中國和所羅門群島都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正常 光明正大地合作和交往 中國和所羅門群島 兩國全面合作的組成部分 西方世界 就不可以別有用心 網民更害怕 顏色凍亂的時候 隨時會不會又說所羅門群島有些 大創激力的洗衣粉 就去那邊拉人風艇 很多網民就知道 若然幾十年前 早就美國和澳洲一起發動這個所謂的平亂的 軍事行動 就上到所羅門群島 幫他清感一半的人口 不僅我們亞洲的網民這樣說 西方的網民也是這樣說 可見 西方的盲環無理 現在 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變成常識 所羅門群島 距離澳洲 是很近的 澳洲現在就變成了美國微下的核三國關係 如果中國是可以過去維護南太平洋的穩定的時候 其實變相也是對這個核三國關係 澳洲做一些什麼高難度危險動作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近距離的位置 來把它折住 在戰略上是絕對有利的 但是若然西方世界不搞事的話 中國和所羅門群島這個合作關係 都只會是一個 維護所羅門群島社會秩序 人民生命財產 協助人道方面的援助 協助他們解決自然的災害 幫助他們保護自己國家的能力 長治久安的一個合作關係 就不是像西方世界小人之心 覺得自己會借人家國土搞事的時候 其他人都會 接著要說一下 趙家賢耳仔案 非常轟動 再轟動的事 就在昨天發生了 事關 當時和他互相糾纏 的這名被告 陳真 就在昨天 被裁定了 可以說到 是搞事時期以來 刑期最重的刑罰 可以被判14年半的監禁 我們在這裏也都可以說到 雖然事隔已經兩年多了 但由於當時 我們是有親眼看著這個直播 也都可以說到其實這件事 跟很多朋友一樣都是瞇瞇在目 那麼究竟判處了14年半的監禁 又是否合理呢 為何 在判處了這個監禁 那麼長的刑期以來 很多人都覺得 對比起其他搞事者 好像陳真 他的犯案性質 未必是需要判到那麼重的 因此 有很多市民都覺得 一聽到這個判決之後 都有感覺 就是 看來不是那麼公道 會不會是 因為 他不是對面陣營的人士 不是那些黃搞事者 所以 官就判他那麼重呢 那我們可以看看 當日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來慢慢拆解 這樣我們才可以公道去說 事情大概發生是這樣的 當時 2019年11月 正值搞事時期 最刺熱的時間 在太古城也不例外 當時 香港各區都有很多 特發性的搞事行動 事前根本都可以說到不需要預告 總有一件就在你阻止發生 而在當日 太古城的夜晚時分 就聚集了一大群搞事者 跟以往一樣 他們在四處叫囂 舉了毒旗刺 來宣洩他們的政治不滿 而且當時 居住在太古城的陳真 在聽到樓下有大批搞事者在叫囂的時候 就抵不住 落了樓下 想斥責他們的行為 由於陳真 根據法庭所指導 他在案發前 就已經有一些精神事件的記錄 再加上他在案發前 曾經喝過酒 所以當時 連在樓下 那些大夫小叫的搞事者 我們就可以看回 有三個因素 第一 就是精神 狀態一向都不太好 第二就是去喝過酒 第三樣 就是在樓下 在他的居所下面 有搞事者不斷叫囂 因此陳真就落了樓下 來跟那些搞事者辯論 當他落到樓下的時候 那些搞事者不斷叫他毒口號 當時最出名的口號 就是那些搞事者經常叫 江氏口號 正當那些搞事者 你一句我一句 在前呼後應叫這句江氏口號的時候 陳真就在旁邊 抵不住頸 就叫到 江復台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名字有相似 可能性情也相似 這個陳真就跟我們小時候看電視劇中的陳真 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想自己的國家 能夠完完整整 所以才叫出這句口號 這個也很有可能 是他當時的想法 但是在他叫完這句話之後 他就立即被搞事者包圍著 其中 那些搞事者 有一個在這次案件中受傷的其中一位 他是姓溫的 是一名男士 這名姓溫的男士當時指著陳真說到 你究竟說什麼 正確來說應該說 你究竟說什麼交叉 就用到惠譽去問候他 所以當時陳真 是被一大幫人圍住之餘 姓溫的男子 也開始挑釁他 其後 那幫搞事者 大家都知道 最流行當時19年 是做什麼 當然是私人解決某些事件 尤其跟他們 唱反調的人 當時他們會這樣做 一如既往 就一大幫人當時圍住陳真 其間從直播片段我們都可以看到 陳真當時被人打了一頓 就是因為說了一句光復台灣 而因此整件事的導火線 就是這樣發生 而其後 所發生的事 就是陳真 不斷用手 去擋 打他的人 不知道 會不會是陳真 在下樓之前 都已經想著 要跟這幫搞事者 理論 他也知道 那幫搞事者 是很流行私人解決的 所以面對著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陳真 就在他自己身上 拿了一把工具 面對著這麼多人打他 這個環境 可能他在下樓前就已經想到 唯一突圍的方法 就是以工具的形式 來不斷揮舞 這樣才有機會突圍 而的確 他真的有這樣做到 當時 曾經用惠譽罵過他的姓溫男子 可以說到走到最前 而因此 溫姓男子 被他撕了幾下 由於圍著陳真的人 男男女女都有 而另一名 被陳真撕了一下的人 也是這宗案其中一個傷者 他是一位姓梁的當時女搞事者 所以說到 整件事就不像那些 想帶風向的黃梅 說到這班人 是完全無辜的 首先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聚集在太古城樓下搞事 這個是一個非法集結的活動 再說下去 事件 是有前因後果的 不可以將那些前因後果完全忽略 正所謂一隻手就拍不響 陳真作為住在太古城的人 落到樓下跟那些搞事者理論 可能他是抵不住 他出手更加不對 但是若然沒有那些搞事者 在樓下大呼小叫 再說 若然那時候 那些搞事者 用到對付 跟他們政見不同的人 就用到 自行解決的方法 如果沒有這些方法 陳真 很有可能 他是不會胡亂揮武器的工具 甚至不會帶工具下樓 所以這些觀點 也不能忽略 整件事的重點 就開始發生了 在這個時間 當時時任的區議員 趙家賢 跟很多搞事議員一樣 大家看許智峯、林卓廷都知道 去到搞事現場現身 第一 就是為了增加曝光率兼打卡之外 第二 他們就不是來調停事件 而是煽風點火 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不需要多爭 而趙家賢也一樣 他身為當區的區議員 在他那裡有搞事事情發生 這位黃區議員 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很多媒體就說 當時趙家賢去到那裡是勸交 大哥 不要說這種事 我們每個都有看直播 當時趙家賢 所謂的勸交 其實根本就跟那些許智峯一樣 也是在那裡撥火 當被告的情緒 這麼穩定的時候 趙家賢 就一下子衝過去 先作口角 其後 再跟被告扭作一團 在那裡互相切磋 誰知這個時候被告陳真 就突然之間抱著他 然後 趙家賢的耳朵事件就發生了 當趙家賢這宗耳朵案件 被告昨天被判決的時候 他的刑期就判出了 是十四年半的 很多朋友聽到這裡的時候 就會覺得刑期會不會是重了一點 我們正常人就不否認 陳真是有做錯的地方 因為我們理性地去看事情 但是這樣 網上有很多網民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都是這樣說 就說到 有沒有搞錯 之前在沙田搞事 同樣都是用口咬 但是那個搞事者 是令到警長的手指 掉了 但是那個被告 上到法庭判決的時候 都只是判五年半 會不會覺得 今次的十四年半的刑期 是人家五年半兩倍有多 會不會是法官有偏頗 法官偏不偏頗 我們就不評論 但是 兩件事件 性質就不同 陳真是因為被人惹怒了 是被動式的犯案 但是沙田那次的事件 傷害了警長手指那個 他是主動式的犯案 因為他在弄傷警長手指之前 已經是參與一些搞事的活動 他的行為和心態 還還是無法無天 竟然只是判五年半 另外再看 我想很多朋友 對搞事時候的一件事件 都匿匿在目 就說在旺角有人在清路障的時候 就被搞事分子拿個渠蓋 就來傷害他的頭部 都在他頭部撞下去 而傷者還要是馬上垂下 但是那個被告 最終都是判了幾年 從這幾件事件裡面 很容易被人有一個錯覺 是不是耳朵比手指還要 又或者被人有一個錯覺 我原來撞人 撞了整個頭部 還判得輕過只是撞耳朵 不僅如此 說去旺角的那件事 當時拿渠蓋 撞東西撞下去 那個男士的那件案件裡面 只不過是幸運 被人撞的那個人 撿回一條命 若然 不幸運的話 以他那一刻的手段 真的可以說是要命的 這時候 如果對比趙家賢耳朵案 就令人難免有一個錯覺 為什麼 都未去到拿命程度 就要判那麼重呢 還有 有一點非常重要 大家看回那些19年的搞事者 他們在搞事現場 犯下不同的案的時候 往往 都是被法庭判處 那麼多項的搞事罪行 但刑期是同一期執行的 也就是說他當日所犯下的事情 就不會分開計 只是計作一單 但是這次 這個陳真又沒那麼幸運 陳真當日就傷了四個人 那些黃友最喜歡說 就說到 對陳真傷了四個人 所以他就要判那麼重 但是 同一期的搞事者 在犯案現場 做了不同的行為 他們都是合一單 為何陳真就要分開四單 即是四單的刑期 是分期執行 所以加上才有十四年半那麼長 另外之前那些搞事者 通常上到法庭求情的時候 他們的辯方律師都會說他們已經改過了 他們很後悔 除了是認了一句錯之外 那些搞事者是沒有一個實質的行動 就是賠上傷者 但這次陳真這件案件不同 發生了這個趙家賢的耳朵案之後 到判決的這段時間中間 其實陳真的家庭已經是賣樓 籌錢回來 籌錢做些什麼呢 是賠償了一百九十萬的港元 就給了趙家賢 從這一點上來看 陳真都是有心盡力彌補自己的過錯 就不像那些搞事者那樣 空口就說白話 另外從趙家賢這個耳朵案的判決裏面 就可以引證到 之前何律師他們 這對法律研究的人士 經常都會說 香港應該要有一個 量刑委員會 如果有一個量刑委員會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法官在判刑的時候 都參照量刑委員會給的標準 來到他衡量刑期 那就會大大減少了 市民覺得案件判決不公的情況 根據那些黃友一般的做法 陳真在這宗案之後 他的家人已經息數被起底 其後還不斷收到一些資料的電話 除了賠償了 給趙家賢一百九十萬之外 他也要賣出去位於太古城的單位 來支付這筆費用 但那些黃媒就說 不是啊 陳真賣樓賺了錢 還特意去查到陳真 在這麼多年以來 買賣物業的紀錄 以及賺過或虧過多少錢 就說到他 他炒樓這麼成功賺千多萬 現在賠償百多萬給人 都不算是些什麼 來到他這樣說 其實 人家賣樓賣樓 投資賺了多少錢都好 好像跟這宗案都是沒有關係的 那些黃媒就最流行 用到這樣的方式 來帶風向報導 賠償給趙家賢的金額是微不足道 老實說 那些黃搞事者 都可以說到沒有一個人 為了自己曾經在搞事現場做過的事 賠償百多萬 現在陳真真是真金白銀拿了190萬出來賠償 不是說那些某搞事者破壞完港鐵之後 港鐵方面 要賠償百多萬 然後他又說沒有錢申請破產 那如果 從一般來說 給了190萬 趙家賢 來補償他耳朵的損失 都算是有誠意 不過我看法庭方面 就彷彿好像沒有什麼考慮這些因素 而且也沒有考慮過 陳真家仁 多次被起底多次被騷擾 等等的因素全部都是沒有考慮 關於這宗案 我們暫時的評論就來到這裡 大家又怎麼看 也不妨在我們下面 那裡去到留言 不過留言還留言 憤怒憤怒 大家小心點留言的字眼 以免言論過激 有機會被人找位入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之前在香港大學裡面 有一條很噁心的處置放了很多年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終於受不了 還有拿出勇氣 就把這條很噁心的處移走 據當時的消息指 這條很噁心的處 就送了去港大的家道理中心 一直以來 自稱是對這條處有一個擁有權的高智活 就經常開到聲說想拿回這條處 現在他又再次出聲 而這次 他就不是說要拿回這條處那麼簡單 而是說到 他想拿回這條處 但是也有困難 自從那條處裝了進貨櫃運走之後 丹麥外交部方面 一直都有為高智活 去到提供協助 又試過出口術 找一些律師團隊 來打算聲大大來告我們香港政府 而且丹麥外交部 還幫高智活 找了船運公司 就企圖把這條糊塗處運走 不過這樣 就算他找到船運公司肯運也好 現在高智活 面對最大的問題 不是沒有船幫他運走 是沒有運輸公司 肯幫他把這條處載到碼頭 高智活自己說 說他已經找超過十幾間的運輸公司 但是沒有一間的運輸公司肯幫他運 那些運輸公司不接你生意做 很合情合理 高智活你自己也知道自己 什麼新鮮蘿蔔皮的 你整條這麼肉酸的柱 本身已經有涉嫌有為國安 因為你這條柱擺了這麼多年 你知不知道煽動了多少人 這筆數我們都沒有跟你計 我們不跟你講政治立場 本身你那條柱那麼噁心 放在港大那麼多年 都沒有跟你計過全倉費 你現在還要出聲 好說運輸公司不幫你運 舉個例子 如果這件物件本身 是有涉嫌犯法的話 莫說是一條柱 就算是再少的物件 如果那些運輸公司知道是要運這件事 有可能是協助犯法 那有誰肯制 難道大賊歡哥去吃大茶飯的時候 正正式式租車 放在銀行門口 請司機又有人肯做他生意 不過這樣 如果高智活 是想運走這條柱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自己親身過來香港 看看你能否入境 再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運來現在的儲存地方 就是直接把這條柱送去堆填區 如果是把這條柱送去堆填區 我想應該不會負上什麼刑事的責任 而為什麼高智活這兩天又重提他這條柱的事件呢 其實他的目的是想為自己找一些存在感 上年12月的時候 他的柱已經運走了 但是 現在是4月中 還有一個多月是什麼日子 就是那些黃人點蠟燭 那些6月3日和6月5日之間的日子 所以高智活就想宣傳定一件事 他宣傳的是什麼呢 他說到現在在台灣省那裏 就將這條柱 用1比1的比例 把它複製出來 還說自己 在6月3日和6月5日之間 如果病情許可的話 還會親臨台灣省那裏 去見證他這條柱 而他還說到 在台灣省的那條難怪柱 就不會好像放在我們香港這條 叫做國益時柱 就是會改名叫恥辱柱 真的不知道是蛙虎台灣省 還是蛙虎那些移民去台灣省的黃人 不過他把這條複製的柱改名 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改了名的時候 他那條柱 再不只是紀念6月3日和6月5日之間的事件 因為高智活說到 他的鴻圖大計 就是在他位於丹麥的工作室 做著幾座 縮小板的這些噁頭柱 他的計劃就把這些噁頭柱 放在歐洲各地那裡展出 還會放在一些 國際知名的大學那裡展出 如果按照高智活 在台灣省來複製這條噁頭柱的概念 即是說到 他接下來會放在歐洲各地的這條噁頭柱 可能每條柱都會不同名的 到時 他就可以每條柱 都具有當地的特色 利用當地的事件 來煽動當地的民眾 據我估計 到時這個高智活做出來之後 肯定會有一條就放在烏克蘭 不過不知道到時的名字 是會叫做扎連之柱 還是叫做司機之柱呢 江湖傳聞就說到高智活 人生唯一的代表作就是這條柱 當然就是靠著 弄不同各類 挖苦當地的噁頭柱來謀生 但自從高智活 在香港經歷了沒有運輸公司 幫他運這條柱的時間 高智活現在醒目了 聽聞他就說到 要將這條柱網上化 這樣的時候 就不怕 沒有人幫他運 而且還聽聞到 高智活 想利用到最新的NFT技術 來將這條柱 造成NFT頭像 你也知道那些黃友是傻傻的 可能他們真的很受諾 看來高智活都很聰明 懂得這樣賺錢 關於他運走這條柱 我們還有一個建議 除了親身來到香港 將這條柱棄置了他之外 別說新潮民不聰明 你還可以派一些人 又或者在香港的那些黃友 去到幫你棄置了這條柱也行 你又不想給運費 又沒有運輸公司 夠膽接你這條柱 甚至乎車堆田區都不肯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 先派人過來 然後 將那條柱斬件 斬成一份份細份 若然 都嫌不夠細的話 拿去磨粉都還可以 這樣的時候 就當一般泥頭 來到棄置了他 當然 要計算正價 當然要計算泥頭費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和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